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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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請大家一起唱第四段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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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起立 我们在天上的福 说純意念是赤平安是喜乐的意念 主啊 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 有主同在 我们就有喜乐跟平安 主啊 求你随听我们每个人出生跟没有出生的祷告 超过我们祢问 超过求求求红空 成就祢的旨意 在我们教会 在我们每个家庭 每个人的身上 主啊 也求祢让我们今天 能够把重担 都谢给我们的主 让我们心里不再忧愁 因为我们信神 又信耶稣基督 我们来到祢面前 也求祢让我们 能够因为敬畏祢 又从天上书 我来的属天的聪明跟智慧 主啊 求祢今天 让我们能够做 智慧的 让我们能够 行在祢的旨意当中 讨蒙祢的喜愿 也求祢这时候 医治我们当中 身体上有软弱的 心中有难处的 也求祢随听 我们每个人的祷告 让我们每个人 都能够快跑 来跟踪我们的主 我们这时候 今天主耶稣在地上 教导祂的门徒 这样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祖父 愿很多身体的名字 愿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一种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愿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的论者的债 无教我们的一件事 就我们终于修论 因为国度全病 无教全是你们 直到永远 阿们 来请坐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能不能很诚实地问自己 还要诚实地回答 我是一个愚昧人 还是有智慧的人 愚昧 谢谢你们 你们非常的诚实 我们都是愚昧的人 但是我们愿不愿意 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呢 愿意 那太好了 那圣经里头告诉我们 怎么样才能够有智慧 这里是用一个像 其实呢 真正有智慧的 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不是 我们要像他 像他就有智慧 那我们一起来看 下面的经文 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大纲 首先呢 我们一起读 不要愚昧 要有智慧 所以 这个愚昧 或者智慧 是看你怎么选 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呢 有一些人想要有智慧 但是他没有智慧 但我们基督徒呢 神给我们有这个权柄 我们可以选 我们可以选智慧 不选愚昧 你知道这个是核很大的权柄 是不是 你可以选的 就像圣经里头叫我们说 要常常喜乐 这个要喜乐或是悲伤 都是可以选的 要智慧或者愚昧 神给我们这个权柄 可以选的 那圣经里头呢 告诉我们 你如果要有智慧呢 就是按照下面所讲的 第一个是要什么 要谨慎行事 好 那我们好好来看一下 什么叫谨慎行事 他说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也就是说 有没有智慧 在哪一个方面 可以表现出来呢 就是 你如果有智慧的话 你就会谨慎行事 这个谨慎行事呢 是我们中文的翻译 但是你如果呢 去看原文的时候的 它是有一个 这个谨慎呢 就是说 你要按照 一定的范围 去行事 不要越界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神给我们 画了一个范围 你不要超过 这个界限 那这个范围呢 是 什么范围 神的旨意 神的话语 就是我们的界限 我们不要超越 神所画的界限 去行事为人 OK 我小时候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 玩过这个游戏 就不要越界 如果你越界的话呢 那你就out 就是什么 你就犯规 你就没有机会 再继续玩下去 那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 人家要把他的这个 眼睛给蒙起来 然后呢 那个玩的人呢 就拉着他在那里 转几圈 闭上眼睛 然后放下去 然后让他去找人 那这个找人的时候 这些人呢 都是在这个界内 如果你越了这个界的话呢 那你就out了 那 我这个游戏里头的 那个人的眼睛呢 是闭着 因为他有不蒙的 那我们呢 在神的面前 神有没有给我们 一个明显的界限 有没有 神的话是不是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是不是 比如说 圣经里头告诉我们 不要杀人 有没有这样的话 有 那你杀人 那你就越了这个 就超越了神这个界限 是不是 不可偷窃 有没有 你偷窃了 就是越了这个界限 所以谨慎行事的人呢 有时候 我们如果读此谨慎的话呢 我们就觉得 什么叫谨慎 是不是 说手说脚 走路的话不敢 卖大步 做事的时候 不敢 再用大力 不是 这个谨慎 你要记得 这个谨慎呢 就是在神所划定的界限内 行事 OK 好 我在澳洲 我们知道这个澳洲 有很多的职业 有一天 有一个姐妹 就打电话给我 说牧师 我 去做这个工作 好不好 OK 那我问她说 你做什么工作 她说 在赌场里头洗牌 她说赌场里头洗牌 又不是很累 而且呢 在赌场里头 赌场里头的 有些食物是免费的 所以她问我说 牧师 我在赌场里头洗牌 好不好 那我现在就问你们 如果人家问你 我在赌场里头洗牌 好不好 不好 为什么不好 就是违反了这个界限 OK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问了 因为 整天呢 我们 做这个传道的人 经常有人问 比如说抽烟好不好 然后呢 还有这个 埋谱 比较好不好 很多人都来问这个事情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先问一下 基督主能不能赌博 不能 为什么不能赌博 贪啊 对 因为圣经里头叫我们 不要什么 贪心 不要贪财 你的赌博就是贪吧 是不是 而贪财是什么 忘恶之根 所以你贪财啊 你就是会去 去赌博想发财 是不是 然后呢 一般想发财的人 你为他们去服务 可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这个是一个 所以要谨慎行事 所有的事情 该不该做 回到圣经里头 OK 我们再读一次 谨慎行事 OK 要有智慧 第一要有什么 谨慎行事 好 那第二呢 你要有智慧的人呢 要什么 爱惜观音 你们爱不爱惜观音 我们爱不爱惜观音 爱惜观音 OK 虾观是爱惜观音吗 我们就 有一些 这个 有一些人呢 喜欢观什么 女的喜欢观什么 商场 男的喜欢什么 观什么 我记得 以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最喜欢去逛的是什么地方 叫做电子城 有没有 电子城 去到那里看 哇 这个耳机那个去逛 但是 买不买 这又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在那里的时间呢 是真 是爱惜了 还是浪费掉了 浪费掉了 OK 呃 我想呢 现在 浪费时间最多的 不是在逛商场 也不是在逛电子城 但是在什么 滑手机 是不是 哇 有时候我们说 我就看一眼 结果一眼呢 就从此 从上午八点一看 看到十一点 呵呵呵 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 在那里看手机 OK 看手机 有些人说 看手机我都不知道 天下大事 呵呵 我不看手机 我就会 这个 跟朋友的关系就断绝了 OK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看那个 紧要的东西 不多 看那些 不管无关紧要 乱七八糟的 很多 很多人看手机看什么 我不知道 你们可是不是看八卦 喜不喜欢 好多人的八卦 这个人的八卦 那个人的八卦 特别是那些 名人的八卦 大家都都看 这个就是不爱惜观音 所以圣经里头呢 讲的是爱惜观音 爱惜就是珍惜 OK 爱惜呢 你就不会让他 失去 神给每个人的观音 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但是有一些人呢 他在用时间的时候 他非常非常的 小心 就怕有一分钟 这个用的不对 他非常珍惜 他的每一分钟 这个叫爱惜观音 我们来教会 坐在这里 是不是爱惜观音 是 因为我们在这里 坐在这里的每一分钟 都有永恒的价值 是不是 一生同在的时间 是不是有永恒的价值 是 那我们如何珍惜这个时间 首先呢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神是不是我们所爱的对象 是不是 神爱不爱我们 爱 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是爱人的关系 那你在座很多人都谈过恋爱 我跟大家可能有点不一样 我跟师父在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叫做远距离的谈恋爱 怎么远距离呢 他在广州 我在我们家乡 山头 相距四百多公里 那今天来讲 大家说四百多公里 这个是很小的事 一个手机过去 他就可以接了 甚至呢 我们还可以 有些人 现在在说 在国内的人 我们虽然不能坐在一起吃饭 但是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对方在吃饭 是不是 所以他们呢 就吃饭的时候呢 就开这个视频 你今天吃龙虾 你吃什么 我可以这样看 但是我们那时候是怎么样 我如果要见他 我要坐四百多公里的汽车去见他 然后呢 他有工作 我有工作 所以我们的时间 是不是很宝贵 在一起的 有人当时看了 你们两个人像黏在一起一样 不愿意分开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时间 非常的宝贵 那我们跟神的时间 是不是很宝贵 我们真不胜惜这段时间 那如何珍惜呢 你能不能一边的敬拜神 一边的玩手机呢 能不能 你能不能一边敬拜神 一边在想 哦 等一下没洗 大牌 你不能这样想 真的 你心思意念都要放在神的身上 是不是 这个叫做爱惜怪兵 所以爱惜怪兵呢 就是要专注 把时间好好的使用 用在神的身上 然后第二就是什么 爱惜就是善用 善用者的时间 善用神给我们的时间 我刚才讲说 神给每个人都很公平 坐牢的人 神也给他一天多到24小时 做生意的人也是24小时 小孩子 神也一样 大人 他不会给你多 都是一样 那你如何用这个时间呢 做生意的人 那些忙的人 整天说我时间不够 挤不下时间来做很多事情 你们 像今天 那些人要准备受洗 然后呢 他来这里 他说 你们 说要 这个合格受洗呢 要在这里 礼拜天要在这里听 他说礼拜天啊 我要去做工 是不是 他讲的是不是 我做工那么重要 如果不做工的话 我钱都不够了 是不是很重要 很多事情呢 一直要我们用时间 那你如何善用这个时间 你知道在美国 有各种各样的讲座 有一次呢 有一个人就做一个讲座 而且在做讲座的时候呢 他还用食物来演示 如何 善用时间 那个人呢 就用了一个打瓶 玻璃瓶 放在这里 那旁边呢 放了很大的石头 和小的石块 还有沙 还有水 然后呢 他就跟大家讲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 这个 你看 如何把这些东西 都放在这个瓶子里头 这个玻璃瓶 结果那些人说 没问题 有一个呢 就一开头进来 就先倒水 把水倒进去 然后呢 接着就到沙 然后呢 接着就放那些石块 最后他发现 大石头放入进去了 是不是 因为空间呢 已经被这些东西所占满 所以这个人呢 就讲说 你要把这么多东西 都放在这个玻璃瓶里头 是不可能的 结果好多人就开始试 有些人先放沙 有些人先放石块 那不管怎么样呢 都是没办法 完完全全把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个玻璃瓶里头 结果这个做这个讲座的人呢 最后他说 我来做 你们来看 看看怎么样 他首先呢 他首先呢 先把大的石头放进去 接着放那些石粒 他放进去的时候 他就开始摇 把所有的空间都占满了 然后接着放沙 最后放水 结果他把所有的东西放进去 然后他就问大家说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讲座是 怎么样善用时间 怎么样善用我们的观音 OK 你们听明白吗 听明白 那怎么善用呢 就是先把大的放进 是不是 所以一天开头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先把大事 先做 那基督徒的大事是什么 先敬拜神 就是亲近神 你把亲近的神 亲近神的事情做了 你其他的事情 神一定会给你智慧 给你有足够的时间 足够的精力 足够的精神 把他们做好 是不是 所以你如果没一天开始 你就起来的时候干嘛 看手机 手机很重要吗 看手机很重要吗 不是很重要 然后接下去 喝咖啡 喝茶 然后电话中了 然后做了所有的事情 结果一天完的时候 忘记祷告 忘记读经 你看我们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 最后把最重要的事情忽略了 那这样我们就没办法 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 如果我们一开头的时候 把最重要的事情做好 那我们这一天呢 就会不一样 这个叫做什么 善用时间 Elly听明白吗 OK好 好 那下面呢 我们看 爱惜 我们一起读 爱惜就是所谓 OK 这个英文呢 这个爱惜观音呢 它是说 Redeem the time Redeem Redeem是什么 是赎回 赎回观音 赎回呢 就是满回 我不知道你们 知不知道一种生意叫做当铺 知道 当铺是怎么样吗 比如我现在没有钱 我怎么办 我这里有一个手表叫劳力士 是吧 这个很有价值的 或者我这里有一个戒指 是壮戒 OK 那我现在没有钱 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当铺那里 是不是 那等到 然后呢 它就给我一些钱 那等到我有钱了 我就拿钱 过去把它赎回来 这叫赎回 那这个基督徒的赎回 观音是怎么回事的 我们能不能用钱 把这个时间买回来 有没有 但圣经里头说要赎回呀 那怎么赎回呢 然后这里给大家的一个例子 来解释这个书回 书回观音呢 我们看 你一般来讲 正常的情况下 你一天读多少张圣经 Elly 你一天读多少张圣经 一张圣经 OK 我们姑且说 你一张圣经 结果呢 你有一天忘记读了 那怎么办呢 那你在赎回万语的时候 那天呢 就不是读一张 就读什么 读两张吧 把那个失去的把它捡回来 这个叫做书回 我过去 我过去是一个小时来侍奉神 那现在呢 因为我浪费了很多时间 我就用两个小时 或者三个小时来侍奉神 我希望我这样讲 你们明白吗 明白吗 明白 也就是说 我们要用我们现在所有的时间 来把过去没有做的事情 把它做好 OK 这个叫做赎回 神给我们有聪明有智慧 虽然我们有一些东西已经失去了 但是神给我们有今天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今天 你这个今天 你如何来赎回观音呢 就看你什么样来善用神给你的时间 OK 好 好 接着我们看 来我们一起读 为什么要爱惜观音呢 保罗说 因为现在的世代邪恶 这个世代邪恶吧 什么时候很邪恶 为什么世代邪恶了 我们就爱惜观音呢 好 邪恶是什么意思 就是坏 什么是坏呢 不好 有一些人讲说 哎呀这个世代很好啊 但是另外一个人说 这个世代很糟啊 那这个好跟坏 邪不邪恶是根据谁来定的 根据谁 神来定的 神说 这个世代坏 这个世代恶 我们是根据神来说 有一些人呢 去偷东西 偷东西 抢东西 这些抢到呢 他就觉得说 哎呀现在多好 要抢很容易 要偷也很容易 对他们来讲这个世代很好 但是不能按照他们的标准 是按照神的标准 人如果活在一个邪恶的时代 我们会受影响吗 会不会 会 世界的价值 会影响每一个属神的人 大家都是这样 结果呢 我们就很难不受他的影响 是不是 这个世代呢 我们知道每一个世代呢 就是有一帮人就一直在跟潮流 世界上的人都可以这样做 那我们就跟着这样做 所以不知不觉 就会被这个时代所同化 这种情况呢 不仅世人会发生这种情况 信主的人也会受影响 我们知道教会呢 我们教会 我们是什么派的 你们知不知道 福音派 我们教会是福音派 那福音派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问题呢 本来我没有去想 但是呢 有一些弟兄姐妹要上庭的时候 就给法官问一句话 你们教会是属于什么派的 那现在我告诉你 我们教会是属于福音派的 那福音派的有两个特点 就是 众世传福音 我们教会众不众世传福音 众世 然后福音派的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高举圣经 高举圣经就说 圣经是我们信仰 还有一切事物的最高标准 不是说 在教会里头 牧师说了算 也不是长老说了算 也不是 哪一个传道人说了算 谁说了算 圣经说了算 是不是 所以我们是高举圣经的 然后再一个呢 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 就是为福音的缘故 所有的事情 有一些教会呢 他说 哎呀 那我们教会哪里去 我们每天 这个每个礼拜天的中午 弟兄姐妹带来的食物 都超过十二样 所以呢 你如果要吃马汉全席 不用去别的饭店 到我们教会 OK 我们教会 这个没有 没有 但是呢 你来我们教会 一定可以听到神的话 一定能够听到神的福音 阿们 这就是我们的标准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 就是在法圣 在纽约 在这个世界里头 我们教会的特点 这个是不是圣经的原则 是的 是圣经的原则 是的 是圣经的原则 所以我们一切 我们的根据 就是圣经 我在这个台上讲了很多次 如果你们有一天发现了 圣巫师讲的不是圣经 那你们就把圣巫师从上面拉下来 OK 阿姨你就把圣巫师拉下来 好不好 如果讲的不是圣经 OK 这个是 不管哪一个传道人 他讲的东西呢 跟圣经是相对抗的 你把它拉下来 不管他是什么传道什么牧师 好不好 OK 那这个世界呢 非常的邪恶 在有一些教会里就是 就是与时共进 它的英文呢 叫做Progressive Theology 什么叫Progressive Progressive就是进步 Theology就是神学 就是随着情况的改变而改变 现在美国呢 美国有很多观念 都跟以前的观念不一样 包括神学 以前的美国呢 他们是清教徒建立起来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根据手机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他说美国 我昨天在网上看的一个报导 说美国现在呢 填性别 如果在表里头填性别的时候 不是两个选项 我们的选 这个性别 两个选项就是 一男一男 是不是 他说现在美国呢 性别不是 他说选项有95个 多少个 我刚才讲多少个 95个 95个是怎么样呢 他男 这个男呢 这个男呢 是理智 这个与生俱来的男 不一样 还有去做手 做完手术 然后的男 也不一样 然后那个人呢 心理上的那种倾向 是男 都不一样 所以有一次的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拜登 他选了一个人来做最高法官 这个最高法官呢 就是说他甚至比国会还大 最后很多事情就是通不过的话 他都要到最高法院去 那最高法官很重要 结果的记者就问他一个问题 他说你如何这个 Define Define就是下定义 对这个性别做敬 下定义 那个法官怎么回答 他说我没办法下定义 没办法 这个清清楚楚地告诉你 这个就是男 那个就是你 他不能这样 那就是 因为世界上是这样 结果有些教会就开始 那我们教会呢 要怎么样呢 能不能 选一个变性人做牧师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他说可以 他就是 因为社会已经同意了 所以我们就跟着怎么做 然后呢 教会为同性恋的人 进行婚礼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这里头 现在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教会 不是福音派的教会 不是高举圣经 不是高举福音的话 那我们就要跟世界 都完完全全是一样 有一个 有一个 礼拜天 看电视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做 Joe Austin 你知道这个人吗 这个人呢 就是 他的讲道 影响了全世界 都是这样 很多国家 像我在澳洲的 几乎每个礼拜天里 起来 因为美国的时间 比这里 早 就可以看到这个人 在讲道 他的讲道呢 不是在我们这个小地方 他是在一个 体育场 体育场里头 可以做十万美食 那他 讲道 他是一个 基督教界的 很出名的一个人 但是 很多传道人 一听他的讲道 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他从来没有讲道 人有罪 他讲道 人会犯错 我问你一下 错跟罪 有区别吧 有 犯错 不会让你下地狱 犯罪会不会 会 罪的公家就是死 所以在他的讲道里头 他不讲罪 这里是很严重的事情 然后再一个 人家问他说 其他宗教的人能不能上天堂 他们不信耶稣能不能上天堂 不可以 他说 I'm not sure 什么意思 I'm not sure 我不敢确定 他说 I'm not sure 他说 最后能不能让这个人进天堂呢 神说了算 讲这句话 讲这句话好像是很谦卑啊 让神说了算 那神有没有跟我们讲清楚什么人可以上天堂 有没有 有 圣经有没有讲 有 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人 让我们靠着你得救 但是他这句话他不讲 所以 一个教会里头呢 我们知道 我们 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头 一定要坚持圣经 你不坚持圣经 我们在这里讲世界的很多东西 就是浪费时间 是的 ok 好 所以我们爱惜观音 一个 就是 要赎回观音 要明白神的旨意 ok 刚才我们讲 这个 高级圣经 圣经里头 用神的旨意 要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一起读 明白主的意思 就不会做不应该做的事情 就不会浪费时间 明白主的旨意 就是会做主喜欢的事 就会得主的喜悦 会做主所喜欢的事 得主喜悦的事情 这个人 聪明人 还是淫眉人 这个人有没有智慧 有智慧 所以我们有没有成为这样的人 要 ok 下面我们来看 还有一个 什么 被圣灵充满 我读这句话 不要醉酒 酒能使得患荡 哪要被圣灵充满 我曾经在这里问 你们有没有被酒充满过 有没有 有 ok 醉酒的人 是不是被酒充满过 是不是 ok 醉酒的人呢 他能够做 他平常不能做的事情 是不是 不会做的事情 我在长岛那边讲了一个 我毕业的时候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 我们一个团支部书记 这个人呢 平常呢 倒漫 冒 黯然 讲话的时候呢 都是像领导一样 他呢 就喜欢了我们 那时候同年级的一个女孩子 那他一直呢 就没有党量 来跟他表白 但他又毕业的时候 怎么办呢 因为很快呢 大家就就 回到自己的家乡 或到你分配的单位去 所以那天晚上他知道 他的机会不多了 所以他就去喝酒 喝到醉 然后呢 就趁着这个酒力 就来到这个女孩子的宿舍楼下 就在那里大声的讲了 某某人啊 我喜欢你 你来做我的女朋友 但是那个某某人呢 就不喜欢他 就当场给他季节了 那季节的时候 他就很伤心了 结果就躺在路上 躺在路上 在那里一直哭一直哭 你看 如果平常的话 他会这样做吗 他不会这样做 但是现在呢 他被酒精控制 他能够做出 他平常不会做的事情 那这个是一个比喻 圣灵充满 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神能不能用我们去做一些 我们平常不能做的事情 能不能 OK 我们看到当时这个初期教会的时候 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那些犹太人 那些人不懂希伯来话 这时候的圣灵就充满那些门徒 让门徒可以用那些人的话 来传扬神国的奥秘 也就是说 我平常 我不会讲宁波话 OK 然后呢 Elly也不会讲我淘桌话 然后如果圣灵充满的时候 突然间我满口宁波话 讲得清清楚楚 能够把福音讲出来 这个是圣灵所做的 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福音能够传遍全世界呢 就是那时候有很多人被圣灵充满 被神使用去传扬福音 所以圣灵充满呢 是让我们去做我们平常做不了的事情 那这些事情呢 都是为主的原因 OK 所以我刚才已经讲到 这个被圣灵充满 那这里我们在下面再仔细地看 被圣灵充满的果效 看下 下面 一起读 当用诗章 宋子 领格彼此对常 口掌心恶的战恶 你要知道 这个圣灵充满的果效 就是会赞美神 这个赞美神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我一直想跟师班的人讲 我们在唱的时候 现唱是不是就是现唱 是不是 OK 现唱呢 给谁听呢 给神听的 所以有一些教会呢 他们有这样 现唱的时候下面没有拍掌 没有鼓掌 为什么 我们下面的人听 我们拍掌合不合适 OK 有些人是不合适 OK 但后来呢 有一个传道人讲说 我们拍掌是表示 我们一起跟师班将荣耀归给神 注意这个拍掌不是给师班拍掌 是给神的 给神拍掌 所以我们可以拍掌 OK 圣经里头有没有讲拍掌 有的 在诗篇里头 还有击鼓什么 来赞美神 是不是 我们用尽所有的力量 来赞美神 但是这个赞美神呢 一定要出于圣灵的感动 OK 好 那第二个 是什么 感谢神 一起读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记得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今天呢 弟兄姐妹跟教会 一个很缺的地方呢 就是赞美的圣灵少了 是不是 如果我们不被圣灵所充满 我们发出来的圣灵就是什么 就是怨气 就是叹息 就是在那里不满 是不是 其实我们要不满太多了 我有房子住 我要不满 为什么 为什么我只住两个房间 别人就住八个房间 就是不满 是不是 你不满的时候 为什么他 我只开那个 这个 Toyota 他就开Mercedes 你都可以不满 是不是 能够感恩 就是 凡事之主 凡事感恩 就是 我现在身体不好 我也感恩 这个 就凡事感恩 能够凡事感恩的 一定是 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的人 就是聪明 有智慧的人 再加下去 再贪下去 什么 彼此顺服 有智慧的人 就会彼此顺服 我们一起读 又当纯 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再一起读 智慧人 是被圣灵充满的人 这被圣灵充满的智慧人 会与别人互相生活 过和谐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 才是幸福的生活 是在基督里 新的应有的生活 即使这样 我们师父应该 努力朝这个方面去追求 去学习 好叫我们的生活 更合神的心意 我们自己也能够享受在基督里 生活的真正幸福 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绝对不会整天在家里 跟自己的老伴吵架 一定不会在任何地方 只要这个人在 就跟人家吵得一塌不同 不会的 基督的灵是这样 我们彼此顺服的灵 彼此和睦的灵 如果你今天呢 还整天一回家就吵架 迪赖教会 你就想要跟人家对骂 那你这里头的一定是有问题 一定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一个能够跟弟兄姐妹和睦相处的人 一定是被圣灵充满的人 也一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由于世界上的人呢 他们说 这个人为什么有很特别 He is different 所以很多人就说 I like to be different 就是我跟别人不同 但是基督徒在教会里头 我们应不应该追求跟别人不同 我们要追求什么 跟别人和睦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 来 这个人呢 来我们教会你一年多了 他来到这里的一年多 然后我们还没有给他实习 他去提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来到一年多不能实习 我说你一年多你有参加洗礼班吗 没有 OK 你不参加洗礼班 然后只在这里一年多就可以实习 洗礼班 不可以 这是我们教会的规定 然后他洗礼 我为什么要跟这些人一起洗礼 这些人都是走线的 我不是我有身份 我不 我可以 你们应该特别的为我洗礼 是不是 就是把一些走线跟有身份的人分开洗礼 是不是应该这样 不是应该 我说我们在这里呢 都一样 为什么 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因为罪得赦免 然后成为神而已的人 是不是 OK 所以 他想我跟别人不同 我怎么不同 我长得比你帅 就跟你不同 所以不能跟你一起洗礼 可以吗 不可以 不可以 在基督里头 圣经所说 不分是什么样的人 不分是 悉尼尼人 还是犹太人 不分是以为奴的 还是自主的 所有的阶级 所有的学问 全部 都不能成为我们跟弟兄姐妹 之间的不同 我们在基督里 都是以 我们 要彼此顺服 所以 在家庭里 在教会里头 拦住我们跟别人和睦 和一的问题 就是 骄傲 觉得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妻子说 为什么要听你的 丈夫说 我赚的钱多 然后妻子说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我比你聪明 这些都不能成为我们跟别人不同 不顺服的原因 彼此的顺服是谁的话 神的话 神的话 是不是 那神的话你要不要听 要不要听 所以 所以 一个 有智慧的人 就是 听从神话里的人 就会彼此顺服 所以我们现在 回头来 看一下 今天的 这个 这个大胆 再从头到尾看一下 我们如何能够像一个有智慧的人 第一 有一个选择 不要什么 不要愚昧 要智慧 然后第二 要什么 谨慎 谨慎 行事 谨慎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神的话语的范围内行事 不是小清 不是我们中文的字面的翻译 而是我们在神话评的范围内行事 第二 第三是 爱惜关于 怎么样爱惜关于呢 要珍惜 要善用 还有赎回 我现在考考艾比 什么叫赎回关于 她说重现做一遍 赎回就是什么 你一天读多少张书经 一张 如果你这一天没有读了 那明天怎么办呢 读两张 这叫做赎回 赎回就 爱惜就是赎回 再接着看 下一页 为什么要爱惜关于呢 因为这现今的时代 时代邪恶 所以在邪恶的时代里头 我们不要跟着世代的潮流 我们要什么 要明白神的旨意 接着看 要被什么 被圣灵充满 那被圣灵充满呢 有什么样的果效 我们下面看 会葬礼神 还有什么 会感谢神 还有 最后一葬 还会什么 彼此顺服 下面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 那他能不能够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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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藏上你 为你我学 为你留住 借到你从此夫妻 是你追我的手 为你 为你我明尝尝 一生可思为我 为你 为你我明尝尝 一生可思为我 我离福家天平 天下荣耀宝脱 来自爱神尝尝 我明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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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我明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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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祢 为祢 论守一切 祢守何顾为我 我从天庭复家 全美去尊江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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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